我叫廖令杰 来自广东清远 现在17岁 身高是172 然后现在是SWiNAS团队的助教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我半年前来到厚杰 就喜欢打球 中专实习完之后我也去当过服务员什么的 也去工作过 做过销售什么的 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自己热爱的 小学六年级 DVD 那时候 当时看了乔丹的纪录片 然后开始认识篮球 到后来看到艾福森 晃乔丹那一幕 开始喜欢上篮球 自从看了金哥那个SWiNAS团队的训练方法 像乔丹一样飞 提升弹跳至少10厘米 我觉得其实还好吧 主要是多练 多学 你得来我们SWiNAS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下午要去打球 给大家带球 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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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打球弄出血了 拍快手的时候 痛吗 还好吧 能能送 你一般会发些什么样的视频 就自己的运球 还有一些表正能量的锯子 可以激励到别人 好 电视发送 付出多少回报多少 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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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2 2 5 5 5 1,2,2,1 受过很多挫折 还有累 受过也很多伤 很多自己压力挑战 但是我还坚持下来 就是因为有单哥的一直的帮助 阿杰他找我的时候应该是16岁 一年的时间 进步也非常的快 而且他个人也比较努力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方面 需要学习 包括全场的经验 或者是对抗性的一些训练 都需要加强 我也很看好阿杰 会有更大的一个舞台 更好的一个突破吧 低控爆发力 下地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大力一点 看到阿杰确实跟那时候我17岁出来 去到处打球 去寻求自己的篮球梦想 在他身上真的看到很多以前我自己的样子 这一点确实挺难忍可贵的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对篮球的执着 生活上就会给我说一些鼓励的话 也是在我就是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一些动力 因为他的经历可以让我觉得 这都不算什么 更单独学习 希望自己能 就是上更大的舞台 然后展现自己的机会 然后就变得更加强 更加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父母不支持我打球了一开始 我妈就劝我 要不别打球吧 你看你经常受伤怎么样 没有很多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天天打球打很晚回去 爸妈就会跟我吵架 就说天天这么晚回来怎么样 其实我不会去跟他们顶嘴 我就跟他们说明白 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喜欢去打球 然后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觉得自己还是蛮抱歉我父母的 我想要证明给他们看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个子也比较小 会被很多人说 小个子打球 就觉得我根本不行 我都不太在乎别人这么说 我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现在挑战的东西 就是我想扣啊 你想扣吧 对 在网上找了很多那些练弹跳的方法 跳楼梯啊 从事跑那些 基本那种方法我都去查过 觉得最主要是坚持吧 很多东西都是要坚持才能得到 不可能就很顺 要坚持到很多东西 要坚持到很多东西 要坚持到特别多的东西 要坚持到特别多东西 我是刺猬奈斯的助教阿杰 刺猬篮球等你来站